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豆豆姐姐 今天我們要來開粉絲紀理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來看看吧 好 那總共 咦 有聲音喔 這總共呢 有兩包 好 我們先看這一包 這裡面有咕嚨咕嚨的聲音 你們猜是什麼呢 哇 哇 它做的馬卡龍 那我們先把它的信找出來 應該在這包裡面 這個用 濕的就可以了 哇 這個紙袋都好漂亮 信應該在這裡面 哇 有一個好可愛的熊熊的卡片 好可愛的 痘痘姐姐收 然後它這個質感呢 是那種硬硬的那種 它可以站起來耶 它可以站起來 好可愛喔 真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愈妙姐姐 這些東西都沒有很好 希望妳喜歡 Elise Ö 這個是 ��米 C委 我一定會喜歡 好可愛喔 這個是他做的liest 大龍的作品 哇 這是一個甜甜圈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菱醬 然後跟這個像是 百香果顆粒 好特別 然後 另外這個是 這個是 很厚的 非常扎實的 馬卡龍 然後它的馬卡龍就是 是比較高的那種 就是也蠻有趣的 但是如果就是 我們在那個外面 吃到像這樣子的馬卡龍 就是非常的划算 因為吃一個等於吃了兩個 馬卡龍 然後再來是這個盒子 這盒子 這盒子很棒 然後是 裡面還有配件耶 哇 這個是 第一個呢是小花的 玫瑰花的配件 好漂亮喔 然後 再來呢也是花 這個應該是 那個小雏菊的花 小雏菊 然後第三盒的配件裡面呢 是這個 巴黎鐵塔 好可愛喔 謝謝 而且這個盒子 非常的實用 然後再來這個是 軟軟 哇 非常慢回彈 非常可愛的 吐司麵包軟軟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這邊還有附那個 鑰匙圈 就是可以 吊在那個 包包上面 很可愛 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做的 黏土的作品 然後我看到好多的 這個 兔兔頭 不知道是兔兔還是 哇 但是有一些那個 兔兔 兔的 有些兔兔因為被壓到了 很可愛耶 你看 你看非常的可愛 這是粉紅色的兔兔 然後這個是 咖啡色的兔兔 這個像熊熊了 咖啡色的 然後這一隻呢 是 他的耳朵在這裡 耳朵被擠掉了 然後臉呢 可能有點被壓到 就是 被擠 被擠壓到的兔兔 不過也很可愛啦 很可愛 好 然後這是他做的作品 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最後一包 再先放後面一點 最後一包呢 就是 幾乎也都是他的作品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馬卡龍 這他做的也是 超級厚實的 馬卡龍的 軟軟 咖啡色的 然後這有一點被壓到了 所以就是 變成長型的 長型的 馬卡龍 很好玩 然後這個呢 真的是白色的 馬卡龍 感覺這個好像還沒乾耶 還滿軟的 就是還可以捏 捏得滿下面的 我還是不要太用力捏好了 但是我好喜歡這個配色喔 白色的跟淺粉紅色 很漂亮 很可愛 的配色 哇 這個是他做的 三層蛋糕 這個是他做的 三層蛋糕 好好吃的樣子喔 可惜不能吃 是很想咬一口下去 而且好好摸喔 這邊就是那種很光滑的那種黏土 然後他是用那個青黏土做的 感覺好像沒有完全乾 所以我不敢太大力的捏下去 不過就是很想很想很用力的捏下去 那種感覺 好漂亮喔 好可愛的顏色 我覺得那CINDY很厲害 就是他 他做的東西都還滿有自己的風格的 然後重點是他的配色都很漂亮 就是那種粉粉的 像那種小baby的那種顏色 很漂亮 然後最後一個是軟軟 這個是小溫泉饅頭 軟軟 好 以上呢就是CINDY所寄來的粉絲紀錄 那CINDY到時候請你把 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再留言給豆豆姐姐 我再把你頻道的連結放在說明欄裡面 CINDY有自己做了很多的黏土作品 而且都非常的有自己的風格跟創意在裡面 還有很可愛的軟軟跟配件 還有跟這個好可愛的卡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